收看 创意比才近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每天凌晨1点钟 准时收看关键下一秒的节目 在节目的一开始 当然在今天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不过在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当中 我跟大家说真的 你必须要赚到钱 你才有办法中秋节快乐 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行情呢 当然如果说你现阶段 你会比较紧张的一个投资朋友 为什么 礼拜五台北股市下跌20点 来到9407点 那成交量的部分 是只有705亿元的成交量呢 这个地方你之所以会比较紧张 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在于你对于后续的一个行情 基本上你没有太大的一个方向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有人跟你讲说 这个行情连续三天 都是呈现拉尾盘的一个状况底下 这个行情在中秋节之后 会持功万点 你有听到这样子的说法 对不对 但是在今天 同样也有人告诉你说 新低量之后会有新低价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只有705亿元 那你说到底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感觉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对不对 但是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夏老师要问大家 如果说这个地方 你看的是往多方那个方向去看 那这个行情 它是出现先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再往上去做一个创新高 你觉得这样子的看法是对的吗 好 那同样的一个道理 如果你今天看的行情 相对而言是比较保守的 那这个行情如果先过高 再往下去做一个击杀 观众朋友 你觉得这样子的看法是对的吗 我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跟大家提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嘛 今天你看大波段的一个方向 我刚刚讲过了 后续行情不论是往上涨 或者是往下修正 如果它是先跌后涨 或者是先涨后跌 结果你在过高 或者是破底的时候 你被停损掉 那这个行情后面就算对了 对你来讲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对不对 所以与其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与其你去判断说 这个行情到底接下来会大涨还是大跌 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好好的把每天的行情掌握起来 好好把每天你该做的一个股票 去把它做好来 我觉得操作起来 你就会很轻松嘛 对不对 所以在今天的一个行情里面 谢老师 如果你有看谢老师 早上9点钟的一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我怎么样跟大家做报告 我说这个行情要挑战9455点 礼拜三的高点 但基本上要突破 它才会有一个转强的一个机会 而且你带量 你必须要去一个带量突破 至少要851到900亿的一个成交量呢 如果没有 当然代表说这个行情没有转强嘛 对不对 而中晚盘之后 你必须留意节前的一个卖压出拢 这个是我在 礼拜五早上 我提供给我会员朋友 关键早报当中所提到的一个内容 结果你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是不是就如同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 今天开盘最高点叫做9451点 那没有突破 当然就没有转强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 你知道这个行情开盘不强 同时你又知道说 这个行情在中晚盘之后 会有一些所谓获利调整的一个卖压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行情 它就会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格局嘛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提到说 行情的一个部分 这个时间点 你要提到说 后续到底会攻万点 还是新低量之后会有新低价 对于你来讲 基本上它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你必须把每天行情 去把它掌握起来 把每天的一个主流的一个个股 把它掌握起来 操作起来你才会比较轻松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指数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个股的一个部分呢 观众朋友 在礼拜五行情当中 最强势的一个主流落在哪里 如果你有专心看盘的话 因为当天705亿嘛 我知道大家看了都很想睡觉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里面 最强势的族群 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最强势的一个族群 是不是落在整个太阳能族群的一个部分 包括你看到新日光的一个走势 当天是不是比大盘来的一个强势 对不对 包括了像是在整个茂迪的部分 一样是较大盘来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格局嘛 包括像是3691的朔和 在9月5号这一天 它表现它也比大盘来的强势很多 但观众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有谁跟你提到太阳能类鼓 不就是昨天 谢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吗 观众朋友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为什么谢老师对于这个族群 我会跟大家提到说 你后续你可以特别留意 这样的一个概念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 因为当你看到 我知道这个地方大家会担心 过去这样子的一个双反的问题 会不会对于太阳能类鼓造成影响 但是我在昨天我也跟大家提到了 过去这个双反的一个问题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太阳能类鼓 它已经消化了 所谓这样子的一个利空的卖压 对不对 而且在整个油价的一个部分 我知道你担心所谓的一个国际情势 不论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问题 或者是中东伊斯兰国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底下 观众朋友你才会知道嘛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格局来看 油价来到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一涨难跌的一个格局嘛 那既然是一个一涨难跌的格局 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在油价准备低档翻扬的一个同时 它对于太阳能类鼓来讲 它当然会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激励 对不对 所以我包括我在昨天 其实我也跟大家提到了 你就整个国际股市 太阳能类鼓的一个角度来看 人家都没有跌 那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为什么表现这么弱势 而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不就是观众朋友你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同时 其实对于观众朋友来讲 它就是你很好重新布局太阳能类鼓的一个机会嘛 因为谢老师之前跟大家提过 你说在任何时间点 谢老师你会讲说老师 为什么你讲太阳能类鼓涨 它股价就真的会涨 这个绝对不是谢老师会补挂 因为我们的一个操作 一直都是由我们的一个逻辑存在 对不对 你如果是谢老师这个节目 长期忠实的一个观众朋友 你一定知道 谢老师在整个个股的一个选择上面 我们绝对不是乱选嘛 我们今天做股票 一定是让大家可以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赚的开心嘛 对不对 但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口头讲 你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你必须要做功课 而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呢 我们都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我们是不是都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我告诉各位 当国际股市什么股票在涨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应到台北股市 什么样的一个个股市涨的 而且在不论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一个股票 对不对 不论说那个行情是涨市 或者那个行情是跌市 你只要掌握到了 你基本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股票出现 例如说什么 例如说当初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还有很多人跟你讲3490的单景 对不对 但是谢老师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跟大家提到单景了 我是不是在7月8号的一个关键早报当中 我当时针对美国股市这档股票 IMBN这档股票的一个上涨 当时我跟大家提到3490的单景 对不对 结果这一波的单景 在大涨72%之后 你看到这个股票其实最近期来讲 它都还在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为什么 因为谢老师选的股票 他就是从国际股市来做带动的股票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它是国际主流的一个趋势 所以你掌握住国际主流的趋势 你还担心这个法人不来帮你抬教吗 对不对 观众朋友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今天你做股票 你想要赚钱 绝对不是你每次都去帮人家抬教嘛 你如果每次都帮人家抬教你怎么会赚钱 但是如果你每次 你都坐在教上面等人家抬 那基本上你这样的操作 怎么会赔钱对不对 怎么不可能赚钱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档例子 包括其实最近期来讲 我们跟大家所提到的一些个股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包括了像是在整个特斯拉 当时谢老师针对特斯拉的部分 跟大家所提到的不就是3665的F帽连 跟1536的核大嘛对不对 结果你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股票 它股价是怎么走的 它股价是不是一路的向上去做一个走高 一路向上的去做走高 然后呢在整个帽连结束之后 我在隔个礼拜 我是不是告诉大家3163的波若薇 当时很多人会觉得说 老师啊这股票从140几块跌到50几块 这股票怎么能够买 但是你不敢买的同时 谢老师做什么样的动作 这个时间点 又开始有人跟你讲波若薇的时候 谢老师已经领先市场 而且我们已经获利出场 不是这样子吗 当初我在8月22号 我在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提到波若薇的一个部分 当时我请我的会员朋友 在64.5元这个部分 去做一个买进持股的一个动作 结果你看到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股价是不是一路向上做走高 而当时我对应的什么股票 是不是这一档股票 叫做OP Link Communication 对不对 这档股票跟这个波若薇 是呈现相关性很高的一个个股 那如果说这个股票 走到7个月以来的新高 你波若薇在这里 那你觉得它有没有一个 往上弹升的机会 那如果有 这个不就是观众朋友 你获利很好的一个时间点吗 对不对 那包括接下来 再隔一个礼拜 夏老师跟大家提到什么股票 我是不是提到这一档个股 叫5478的至冠 当初我请我的会员朋友 在100元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去建立一个基本持股的一个动作 结果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你看这个礼拜行情好吗 你自己看周线就知道了 不用看到周线 你看日线就知道了 礼拜一最高 然后礼拜二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五看到最低点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观众朋友 你股票你要怎么样抱起来 你才会安心 如果它在9月1号 它就先给你一根掌停板 先拉开差距 那你抱起来不就很安心吗 对不对 所以你说志冠有没有达到这样的状况 当然有嘛 对不对 而在这个礼拜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股价是一路的向上去 做一个震荡走高 到了这个9月4号 这档股票其实还都创下了一个波段新高 9月5号大盘下跌 这档股票收在平盘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对于你来讲 当你布局在一个相对低档的一个同时 你需要担心那个股票短线的震荡吗 我觉得不需要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股价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带大家去做布局 结果这个股票 一路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需不需要担心 说这个地方 后续会不会什么中秋变盘 或者是这个地方 会不会没买就来不起 不用嘛 因为你的成本已经领先市场去做布局 你让法人来帮你抬轿 你让市场来帮你抬轿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去做一个获利入带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谢老师讲说我领先市场 这个绝对不是我乱讲的嘛 对不对 包括其实你刚刚看到单景的例子 现在还有人在跟你讲单景 但谢老师什么时间点跟大家讲单景 7月8号嘛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 谢老师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在这一波的一个太阳能类股的一个行情里面 或许你会不认同啦 但是谢老师之前已经证明了 每次我们都能够领先市场来做一个布局 所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观众朋友 太阳能类股有这么多的一个股票 这个时间点你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股票 它能够涨最快 可以让你赚最多 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你 接下来你要布局的一个重点嘛 对不对 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或许你操作不是很顺利 但谢老师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愿意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个地方其实你就从中秋节之后 开始去做布局 把握每天的一个行情 把握每天的一个主流股 领先市场 你自然你就能在这样的一个操作当中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获利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节目的时候 当然是在中秋节附近啦 那谢老师希望说 可以帮助到 尽可能帮助到 更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所以这样子的机会 我希望观众朋友 可以好好去做把握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再来跟大家做报告 还有什么样的族群 是值得你特别留意的 而且中间广告可以仔细看一下 不用转台 我们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啪啪 带 神水器材轻松省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优惠优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捐 愿见明月与您结缘 关键结缘价 优惠专线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关键转折 看上资金多寡 您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您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热线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负包 为了您先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所以谢老师这个地方 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你与其在意 每天的行情 接下来的行情 到底是一个大波段的上涨 还是大波段的下跌 基本上对于你来讲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为什么 很多人跟你讲说 你要踏波段操作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被洗掉了 那你说后续的行情 不论是涨是跌 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太大相关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 你要把握每天的行情 但是在把握每天行情的同时 你必须要领先市场 你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 股市的战场当中 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到了 你能够每次都领先市场 你能够每次布局 都能够布局到 接下来的一个主流股 那长期累积下来 你怎么可能不会赚钱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要告诉各位 你说能不能够做到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谢老师告诉各位 绝对可以 重点是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来达到 你想要达到了这样子的效果 那谢老师很简单嘛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 为什么我要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做出发 很简单啊 因为你从国际股市的角度出发 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时间点 大盘的 应该这样讲 全球股市的主流 到底它的资金 集中在哪一个方向 你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脉动的时候 你说你布局股票 它一定不会差太多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之下 每一波都能够领先市场 为什么 因为谢老师都是从美国股市的角度来做出发 谢老师每天都在钻研美国股市的一个变化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格局 我不是要告诉各位说 这个股票涨了多少 因为这个是一个过去的一个事实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于说 当你掌握住这样子变化的同时 你基本上 你就等于掌握了财富的一个钥匙嘛 因为你偷的可以比人家早一点布局 那怎么可能会赚不到钱 对不对 我想包括单景是这样子啦 现在还有人在跟你讲单景 但是谢老师 我们从7月8号 当时在关键早报里面 我就已经开始跟大家提到这档个股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说你说老师 这都已经7月8号 都两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最近没有吗 最近是不是一波接着一波 你看 这个日期到8月11号对不对 那8月中旬的时候 谢老师跟大家提什么股票 观众朋友你还记得吧 对不对 这一波行情 现在才有人在告诉你说 电动车多好有多好 这个地方特斯拉股价创新高怎么样 但是观众朋友 谢老师早在 特斯拉股价还没有创新高之前 我就已经可以跟大家提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你可以对应到什么 你可以对应到3665的F帽连 你可以对应到1536的这个核大 你可以对应到2360的智贸 但不论你对应到哪一档股票 你只要方向是对的 主流是对的 操作起来 是不是很轻松就可以去做一个获利的动作 所以你到这个时间点 你听到很多分析师在跟你讲这个特斯拉概念股 在跟你讲电动车概念股 那你布局的时间 不就输谢老师一劫了吗 好 那你说在8月中旬 谢老师跟大家提到这个股票 接下来呢 接下来谢老师在这个8月22号 这天是礼拜五 谢老师去布局3163的波若薇 对不对 当时是64块半 结果这一档股票 在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里面 股价怎么走 股价从64块半一路涨到75块76块 一个礼拜的时间 它涨了17%以上的幅度 所以很多人跟你提到说 每周做一档股票 但是每周做一档股票的同时 它能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嘛 对不对 那如果达不到 那你基本上你摔个地方说 你要大波段布局 你把资金卡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都没有太大意义嘛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这个8月这周结束之后呢 在这个后续我又跟大家提到什么样的个股 我是不是跟大家提到5478的置冠 我们是在上个礼拜布局 这个礼拜收割嘛 做股票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要领先市场 你说老师我领先两年前布局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啦 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报两年这么久吗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掌握住那个时间的重要性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两个概念 一个叫时间差嘛 一个是你布局的时间的机会成本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你去短线去做一个操作 5478的置冠上个礼拜做 到这个礼拜收盘叫108块 你说不多 老师啊这个股票也不过就涨8% 涨不多是涨不多啦 但是观众朋友 你的头顾老师 在这个礼拜带你做股票 有涨吗 我相信很多股票没有涨对不对 都踩到那个 不要跌8%就不错了啦 更何况涨8%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在9月份 我还跟大家提到一档盖牌的股票 对不对 我现阶段我还没有打算跟各位做公开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就会知道 我们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都会有一些新的股票去做脱颖而出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选择在场外做一个观望的动作 我觉得你就会错过很多布局的机会 当然操作起来就会比较可惜一点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错过了包括谢老师之前盖牌那一档股票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当所有人都不敢跟你讲太阳能的时候 谢老师在9月5号凌晨的节目 我开始跟大家提到太阳能股票 对不对 这档股票是新日光 这档股票是帽底 这一档股票叫朔和 所以你说这三档股票 今天的涨幅 如果你做到这样的股票 你会觉得今天行情跌20点吗 应该不会嘛 对不对 因为它表现得比大盘来的强劲 为什么表现得比大盘来的强劲 这个就是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 领先市场去做一个进场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能够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脉动 你如果昨天听谢老师跟大家提到 我说包括了接下来的油价一涨难跌的一个状况底下 包括了其实你在整个国际股市的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说国际股市的一个太阳能类股 在这个地方底部已经打出来了 这一次双反反的是谁 这一次双反反的是台湾吗 不是嘛对不对 这一次双反反的是不是中国 那如果中国的太阳能类股 都能够在这个地方 股价开始打底之后 往上去做突破 你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台湾的太阳能类股不行 我知道你在前一波 很多分析师带你去做太阳能类股 让你受伤很重我知道 但是观众朋友你记不记得 股票没有好坏 股票的差异性在于 你在什么样的时间点进场 对不对 你如果是谢老师的会员 你一定都还记得 在5月下旬的时候 我带你做这一档股票 对不对 我是不是带你做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从5月26号到6月18号 它涨了29% 为什么 谢老师当时也是用一样的逻辑 一样是从美国股市去做出发 一样去找到台北股市 低估的太阳能类股 在这个地方我带大家进场去做操作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 你想不想要赚 接下来太阳能的一个获利 我觉得这个才是你要不要去 加入谢老师会员 或者是你要不要去操作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对不对 那谢老师之前都可以领先市场 你觉得这一波太阳能 当大家都不讲的时候 当大家都还在批评你手中的太阳能类股的时候 谢老师为什么敢自己愿意跳出来 告诉你说这个地方 当你中秋节赏完月亮之后 你这个地方要看的是太阳啊 已经不是月亮了好不好 要不然你告诉我月亮概念股是什么好不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中秋节当然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心情放轻松 中秋节你就好好休息 但是中秋节回来 你要在股市当中去拼搏 你要在股市当中去做获利 你需不需要有人告诉你 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做 因此我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观众朋友可以好好把握 中秋节完就没有了 这样子的机会观众朋友希望你好好把握 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队资料仲益 优惠优惠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禅娟 愿见明月与您结缘 关键结缘假 优惠专线02-8101-0600 02-8101-0600 掌握关键短则 看上资金多寡 人是否常常追高杀低 人是否总是输多赢少 掌握财富的钥匙 把握致富的关键 关键结缘 02-8101-0600 02-8101-0600 您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评好 特临心复杂难点的趋势 心态一定要改变 改变才有机会 改变操作彼此 投资才会赚钱 让您稳健获利 这是我们的承诺 让您安心操作 这是我们的保证 马上接通电话 改变你投资的命运 02-8101-0600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